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魔力姐姐 那么今天跟着魔力姐姐我们玩什么玩具呢 就是我们的兽王真风 这款玩具也是最近的最新动画片里面出现的玩具 那么这个动画片目前好像才更新到第11集 那么你们看这个里面有两个战爪 那么一会儿我们把这个玩具打开 我们看一看这个玩具要怎么玩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战爪 我会把魔力大哥也叫来 我们进行PK对决比赛 那么我们先打开看一看 这个兽王真风的套装是入门双人战斗套装 有雷霆战爪和黑暗战爪 那么这个坏蛋他现在还没有出现的 他在这个动画片中 让动画片中其中一个人物叫什么来着 我也忘记了 让他去收集这些的精灵 然后他就可以来到现实世界去实现他几万年以前的一个梦想 至于是什么梦想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一看就是一个大坏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介绍的这个字 雷霆战爪的特性和这个黑暗战爪的特性 其实这个是特性呢指的是在我们的动画片中是不是 其实实际上玩具 这些特性会不会显示出来 还不知道 一会呢我们来体验一下 看看后边有什么呢 后面有这个里边的介绍 有雷霆战爪呀 还有黑暗战爪以及灵兽卡边界卡代币还有小精灵们 那么这个具体要怎么玩呢 我还不太清楚 那么在动画片中呢 他们是要两个精灵在一起才可以召唤出这个 这不有召唤灵兽 两个精灵在一起呢可以召唤灵兽 然后灵兽之间对决可以分出胜负 玩具是不是这样玩呢 我们来打开看一看吧 我们来看一下玩具吧 刚才莫莉姐姐呢研究了一下这个说明书啊 瞬间我就感觉我的智商有点不够用啊 这是什么说明书啊 这写的这么多这么多 而且玩法还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复杂 哇真的是这可让小朋友们怎么玩啊 其实简简单单的可以进行对决的话 是多么好多么好啊 天呐天呐 我真的是玩不明白他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虽然我玩不明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这些小精灵们 现在好像只有系列一中的小精灵们啊 那么这里边有什么刺笔歇呀 还有什么凯角兮 还有什么墨角贼等等等等 都是根据他的这个样子来进行的这个命名 你们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像犀牛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开脚戏 然后还有这个蝎子 这个蝎子呢有两个有两个颜色 我手里一个绿色一个红色 这个是次笔蝎 那么颜色决定的就是他的这个属性啊 那么红色的话就是活属性啊 黄色是土属性等等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透明的这个是墨角贼 它是全属性的 它可以代表这五个属性中任意一个属性 那么这个是是这个看不出来是不是 其实它是一只一条蛇 是毒牙蛇 那么这个对战套装中带了六只的小精灵 还有我们的两个钢爪 这个卡片呢有我们的边界卡 边界卡是我们对战的时候呢 把它作为一个边界 我们要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一个对决 那么这个每一张卡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精灵 还有两个不同的属性来组合成一个这个灵兽的啊 在动画片中呢 我们要用两个小精灵召唤出来以后呢 才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灵兽召唤出来 这个叫灵丝铠甲 铠角兽啊 是我们的灵丝珠和铠角蜥 在动画片的时候呢 我看到的时候呢 发现它一般讲的灵丝珠 是不是灵丝铠角兽呢 灵丝珠呢就是它的主要灵兽啊 所以呢有一次这个主人公 他叫什么名字来的啊 他叫泰宇吧 泰宇呢在这个召唤灵兽的时候呢 主要灵兽和次要灵兽呢 他弄反了以后呢 就变成了什么铠角 灵丝兽兽这样的一个兽了 那么它的技能呢 可能就会相用的弱一些啊 所以一般他们在看动画片的时候 会有强调主要灵兽和次要灵兽 这个呢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了啊 他我们在看刚才说明书的时候 我给你们找一下 啊在对决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套装对决在哪里呢 啊这个说明书 这个说明书我真的是好想给它撕掉啊 真是的 而且还这么长 在哪呢 在哪呢 哈哈哈哈 茉莉姐姐要崩溃了 在哪呢 啊在这呢 基本文法 召唤灵兽 怎么样使用精灵 要把这样相同属性颜色的精灵呢 放在这个我们的灵兽卡上 然后就可以召唤精灵了 可是你对决的时候 你即便是放在这个卡上 他真的有精灵出现吗 不也是没有吗 所以呢一会我跟茉莉大哥呢 准备对决的时候 就比谁抓的精灵多 因为在动画片中 他们也有这样的比赛 是不是第一关的第二关 第三关等等 还有障碍什么抓精灵啊等等 看谁抓的精灵多 那么一会呢 我就和茉莉大哥比谁抓的精灵多吧 因为实在是 我也玩不明白其他的这个方式了 我们先将他套在手指头上 食指啊中指啊随便啊 你比较喜欢的手指就好 那么向前推以后 那么这个钢爪已经是张开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精灵分散在前边 看看我在推的时候 能抓到几只精灵呢 噓 那么其实我们往回拉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作用力 他的爪子呢就会合上 那么这样的看的话 我应该只能抓到一个 或者还是抓不到啊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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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吧 我抓到了一个小精灵 那么我再试一次 一 二 三 我要使劲一點 一 二 三 走 回来 回来 哦这一次我抓到了三只小精灵 那么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啊 比如说我抓到了红色和黄色 那么我看看我没有红色和黄色的卡 这里有一个 我可以把这个黄色的放在这个上边 虽然呢不是对应的 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个红色的放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召唤灵兽了 但是召唤出来的不是毒牙末角兽 我应该召唤出来的是这个毒牙 这个蜘蛛叫什么名字来的 蜘蛛叫灵丝 那么我召唤出来的应该是毒牙灵丝兽 很无聊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钢爪 其实这个钢爪我感觉真的是感觉不出来 是哪个钢爪好啊哪个钢爪不好 感觉呀主要是在这个运气 看看啊 我套在这个狮子上 一二三走 回来 看 主要是也看你这个前面的精灵分布在什么地方吧 对不对 咻 对来 就是这个样子 啊这个玩具 我感觉 魔力姐姐不是很喜欢 为什么这个玩具这个地方设计的这么松动啊 这个黑的好像没有这个蓝色的 这个怎么说呢 太光滑了 总之就是我 其实阿里说你看这个蓝色的我们推出去的时候 我们推出去以后 我拉它以后才会合上这个爪子是不是 可是这个黑的呢因为太松动了在我推出去的时候 它的爪子就合上了啊 这回好了没有合上我来拉一下 咻 嗯 就会合上了 我抓到了两只精灵 哎呀 我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实在是不怎么好玩的 这个 但是这个价位还是不便宜呢 这一套要100多块钱 而且还是在淘宝上 那么这个说明书呢 我会自自细细细好好研究一些 看看我能不能玩明白啊 那么我去和魔力大哥比赛吧 看谁抓的精灵多 大家好 我是魔力姐姐 我是魔力大哥 那么那刚才我们有看过这个钢爪了是不是 我给魔力大哥了一个坏人用的钢爪啊 这个是坏蛋 我是好人 你们看这个钢爪有没有像这个我们在外面玩的这个抓娃娃机一样的猪猪猪猪 没有抓上来 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呢我们不但要抓这个小精灵还要抓糖果 糖果是一分 小精灵是魔力大哥你在做什么 小精灵是三分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谁抓的这个多啊 那么魔力大哥你会玩吗 嗯这样对 对对啊对 那么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哦准备 哦准备打开 1 2 3 开始 1 2 3 开始 咻 123 咻 一 2 3 Kathleen 尝 ノ 哦 一 2 3 我到了小精灵了 123 羞 小精灵喝糖果 1 2 3 魔力大哥是大坏蛋 也是大笨蛋 这个这个坏了 这个特别 特别松 嗯特别 这个好 这个不好 那我们两个换呢 换吧 换行换 切 他换的话也不可能战胜我 莫莉姐姐多么的厉害啊 对不对 你看看 看看 小精灵瞬间就到我的手里了 猪猪猪 尺寸简刀不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你莫莉大哥给我了这个小精灵 哇我们的糖果已经全都散掉了 我还有一只小精灵在这个地方 莫莉大哥抓了这个杯子里边的糖果 全都掉在地上撒没了 你是不是笨蛋呢 我输了 你输了 我为什么输了 因为你的杯子没有了 我胜利啦 莫莉大哥你怎么能这么笨呢 你怎么能这么笨呢 我们去看看莫莉大哥的惩罚吧 有惩罚吗 有当然有 金刚啊 金刚啊小精灵快过来 只有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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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到了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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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吗 好吃 好吃 我也吃 没事 没事 哈哈哈 我也吃 那好吧 那我跟我们的金刚元 小小小精灵一块吃香蕉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惩罚成功 那小朋友们在玩这个我们刚傻的时候 不单单是可以抓我们这个玩具里面带的这个小精灵 还可以抓一些其他的小物件 小礼物之类的 和朋友们进行这个比赛看谁赚的比较多 呦呦呦呦呦 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 那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